看完了黃偉盛馬上來關心中華職棒官班熱身賽的壓軸好戲 龍象大戰果然是票房保證 這場比賽前面九局打完 三比三不分高下 好延長賽是突破僵局制 那龍象兩隊都有收穫 就是四比四握手言和 中華職棒官班熱身賽 在天母棒球場上演龍象大戰 為拳龍出戰忠信兄弟 一局下先來看到龍隊的精彩手臂 陳子豪這一棒拉得扎實 卻逃不過天王掌控 郭天信漂亮皆殺 也化解先發投手林子豫的十分危機 這下可是風水輪流轉 二局上換位權有大好的得分良機 面對德寶拉靠著畜生球加上安打 來到得點圈之後 林孝晨敲出左外野平反安打 為龍隊掀持得點 而下個半局中信想要即刻反擊 也確實靠著蘇維達跟王威城的安打 有得分的好機會 但林子豫自己上演漂亮的diving catch 直接尖殺也成功安全下裝 比賽來到五局下 我們再來看龍隊的精彩手臂 王威城這幫弱點有點尷尬 眼看就要形成安打 但鄭凱文不同意 縱使人一躍接近手套當中 也幫助衛拳前五局打完 保有1比0的領先優勢 比賽來到六局下 黃山君終於把握住得分機會 岳振華一棒咬得扎實 幼王威也深遠三的安打攻占上得分大門口 龍隊隨後換頭 但第四任投手趙景榮 卻沒辦法守成 先是投出保送之後 又被帶打的周思琦敲出漂亮安打 為兄弟追平比分 打出氣勢的猛相打線真的難擋 就算龍隊死後換上陳宇勳也擋不住 買內的保送加上高宇傑四十一級 讓兄弟六局打完是3比1逆轉超車 但別忘了五位拳龍 可是衛冕軍啊 這任性當然不是蓋的 七局上先靠高飛犀先打追回一分之後 八局上更是直接突破了 小李飛到李正昌的封鎖 陳思仲跟石湘宇的連續安打 讓比賽回到了平手原點 而且就這樣僵持到正規九局打完 都還是不分上下 延長賽採取突破僵局制 石局上衛全成功把握機會犧牲觸擊 來到三壘得分大門口之後 拿模樣這一棒稍微切到 不過剛剛好 右外野落地打回寶貴超前分 那有沒有辦法守城那十局下龍隊 推出林凱薇關門 卻沒想到是被許季鴻掃出右外野強勁安打 這下衛全只能力拚合局收場 那兄弟當然是想要一口氣贏下勝利 陳俊秀跟進敲出安打之後 制勝分已經來到得點圈 但接下來上場的詹子嫻 是擊出中外野飛球遭到截殺出局 以上這場比賽 衛尾全龍跟中信兄弟 是以四比四平手收場 回來局台綜合報導 環境今晚的NBS Day 來看胡仁跟公路的比賽 那雙位數落後的紫禁大軍 在第四節極起直追 逼入延長 今天延長賽好像真的蠻多的 而關鍵人物就是胡仁這邊 有Austin Reeves 還有D'Angelo Russell 分別攻下了二十九分 至於Anthony Davis 更是豪取三十四分 外帶二十三籃板 為什麼數據那麼華麗 因為這兩軍是殺到了二OT 最後胡仁是以四分之差 收下四連勝 洛杉磯胡仁將在今天開始 未來九天內進行客場六連戰 第一戰造訪Miu瓦基 這仗不好打 字母哥Atatakumbo開賽沒有放鬆 禁區橫衝直撞 第一節就拿到七分七籃板 帶領公路開賽 就拉出十七比四攻勢 什麼 胡仁也太慘了吧 是的 一開始就被壓在地上 另外一個原因是 LeBron James因為腳踝傷勢 沒有出賽 第一節打完 紫禁大軍就陷入十六分落後 另外胡仁團隊上半場 手感跌停板 三分十三頭 僅一中 命中率僅有百分之八 是打鐵不斷 反觀公路字母哥 早早就拿到Double Double 而Demian Lillard和Bobby Portis 也都有半場兩位數得分 前兩節 面瓦基最多領先到了十九分 遠遠把半場只得四十二分的胡仁 甩在後面 不過說也奇怪 比賽就是那麼神奇 第三節換邊進攻後 胡仁突然找不到準心 尤其是D'Angelo Russell 他的三分投籃 從原本怎麼都投不進 變成怎麼投 怎麼有 第三節一口氣轟進四季三分 帶起胡仁士氣 讓分差縮小到十分左右 而把比賽快轉到第四節最後三分鐘 紫禁大軍更上演戲劇化的追分秀 Anthony Davis和Austin Reeves連續外線攻進 正規時間打完 胡仁居然將比賽逼入延長 攻入字母哥 全場角數二十九分 二十一籃板十一助攻的大三元數據 Demian Lillard拿到二十七分 其中小禮延長賽最後十三秒三分命中 更是讓公路又有贏球機會 不過D'Lo 靠著兩閥穩穩把握 硬是把比賽逼入二度延長 太刺激啦 明顯到了二OT 兩隊都累到不行 而胡仁就是不放手 直到勝利到手 全場斬獲大三元的Austin Reeves 命中關鍵三分蛋 讓胡仁擁有三分領先 加上字母哥 關鍵兩閥全數失守 胡仁一場血戰 居然完成不可思議的大逆轉 整場D'Lo和Reeves各得二十九分之外 AD出賽時間五十二分鐘 創下個人上場時間最長的紀錄 更攪出三十四分二十三籃板四火鍋的怪獸數據 是紫禁大軍能夠逆勢翻盤的頭號工程 中場胡仁一百二十八比一百二十四 經歷二度延長 激戰獲勝 本季兩次打公路都贏球之外 也拉出近期四連勝 好 這場二OT讓大家從早餐看到午餐 代表選手真的是非常疲憊 向AD就燃燒了五十二分鐘 絕對是銀球工程 好 至於銀球工程 當然要讓他發表一下賽後的感言 AD表示在這個大三分時代 不管是領先二十分 或者是落後二十分 比賽都還有得打 至於吞下敗仗的字母哥 也有話要說 他認為要用這場敗仗好好檢討 胡仁公路 東西雙種本季第二次交手 呈現史實對決 紫荊大軍 左腳踝不舒服沒打 AD 代辦一哥 砍全場最高三十四分 Riffs更展現強心臟 鄉村漫霸第四節加OT1OT2合計貢獻 包括十六分 包括兩個三分球 駐車胡仁二度延長辛苦擊敗了公路 慶祝四連勝 Riffs全場二十九分 十四籃板石珠宮 生涯第二次的大三元力大功 AD更強人左膝蓋的傷勢 燃燒生涯單場打最多的五十二分鐘 交出三十四分 二十三籃板四火鍋的恐怖數據 2OT獨秒階段蓋了勒勒火鍋 駕駛連城 展現禁區強大主宰力 揚這場比賽二十九分 二十一籃板十一助攻 儘管糊了一把大三元的Yanis略為迅策 尤其關鍵時刻字母哥兩發都落空 全場多達七次的失誤 失落表情 就是球隊浪費十九分領先被翻盤的心情醒照 vista是很多事我們要 diferencia注意 進入一圈的 我比较了一半, 看了很多 50-50的球 我不是能够得到的 看了一半, 看了一半 也有幾個回合的 那帶了一半三 看了一半, 看了一半, 看了一半 但有很多事情我們要得到 我們會得到的 我們會得到的 無人本季兩次碰上公路都贏 微妙的是這兩場母子都缺席 本季勞浩沒打 球隊戰績六勝 四敗 不知道老大哥是欣慰學弟 證明人待 還是有點小尷尬 接下來球迷也可以觀察胡人 這六場客場之旅 第二站坐客揮手 James能否重返陣線 幫助球隊追近跟太陽的差距 來瞄準西區老爸未至